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不自知或者是乐在其中 其实那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伤害 我想可能这是今年疫情 我觉得是给我们全人类一个很好的省思 也因此在今天一个美好的星期六早上 要更加谈谈一个新生活的态度 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零废气 好好的度过美好的生活 我后来发现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符合 我们的节目名称 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系 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也就是零废气的美好生活的作者 吕嘉玲 嘉玲你好 大家好 我是嘉玲 其实我想可能很多 我觉得对于环保有意识的朋友 应该对您是相对熟悉的 同温层 同温层 对 同温层有点认识我 不过从这个介绍里头 我知道说 你以前是一个不消费必死的人 对不对 对 非一定要买 不买不行 我觉得欲望很难控制 我也发现 对啊 也请知道现在年底 很多百货公司 或者很多的卖场 进行各种各样的大型的促销活动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人 排队这个前铺后脊的这样子 可是当我意识到时候 我发现伪在人群里头的时候 忽然很惭愧 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以前也是这样 然后现在我会变成一个 冷静一点 我就会旁观 看大家都在做什么 我会觉得很有趣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是什么原因让你从 我觉得它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极端 因为你说 真的不买东西的那种欲望 我们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 可是你怎么可以从这种 从这样的改变 生活习惯的改变 发现原来自备容器买早餐 可以让自己的垃圾桶的垃圾变少 不过那时候你为什么要自备容器去买早餐 是因为比较便宜吗 还是 我的意思是一开始的那个 动机吗 对动机 我就是看到有别人在做 所以经过这四年 我这样子实践四年了吗 我发现说 其实 你也会去影响别人对不对 我以前只是我不知道方法 就是我不晓得原来有这样的方法 因为我们以为 就是每天生活这样是正常的吗 就是你没有意识的 你没有意识在执行 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子过日子 对我不知道有其他方法 然后当我发现有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试看看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挑战性 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每天 我觉得你用了一个 很有挑战性 通常一般会觉得 就过日子了吗 当然是越容易越好 干嘛要去挑战呢 过日子 你知道我的意思 有的时候 譬如说 OK好 今天因为要工作 那工作具有挑战性 我想很多人 比较愿意接受 因为 因为可能我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我才能够生活 可是现在是 过日子嘛 就生活 对 可是生活要让自己 连过生活都要很有挑战性 这不是自找苦吃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 生活要简单之前 一定是困难的 当我挑战过 这样的生活模式之后 我现在觉得 我的生活很简单 那我发现 这其实是我周围的人 甚至可能年纪 比我还要再长一点的人 他们退休生活之后 想要追求的 那我发现 每个人的人生 其实是要追求 这个目标 那我现在就达到了 何乐不为 那我只是花一些时间 来实践 我觉得很好 对 其实我想那是 借由具体的行动去 我刚脑袋里是一种画面 就是说 人的思想 怎么去影响到人的行为 然后行为又怎么样 去影响到你的思维 我应该问的是说 借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之后 你刚刚所谓就是 退休之后所向往简单的生活 可不可以再多一些 来描述它的那个 具体一点 对对 其实简单 对我而已 当我每次都说 我想过一个简单生活的时候 倒不是说我的那个批判 其实我觉得越简单的事情 它是越丰富的 您应该理解我的意思 您应该理解我的意思 我现在生活的确是变得比较丰富 但是那个丰富是 您可不可以帮我描述一下 因为大部分的人听到我们在执行这样 实践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的确第一个印象会说 你这样不会很苦吗 对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认为 你这样好麻烦 应该是会觉得很麻烦 对 会觉得很麻烦 你为什么要这样 可是在我在比对我四年前 跟四年后的生活 我觉得变得比较简单 是第一 我不用再追垃圾车 光是垃圾这件事情 还有我家里的杂物 我变少了 像回收垃圾好 还有塑胶袋 你一直拿回来 其实你也要花时间整理 那如果像我现在是 算是主妇嘛 就是我会自己组东西 那上一次市场 不是如果你推一个推车 那整个推车都是满满的 一代一代的 那你回家还要整理 你光是那些塑胶袋 你就是要花时间整理 你把它丢到垃圾桶 可能出你家就没事了 可是对我来讲 每天那些时间都 对我来讲 现在是觉得很宝贵 原子习惯吗 佳俊姐 知道这本书吗 就是每天累积起来的习惯 我觉得哇 那其实是很不得了的 那我觉得家里 光是厨房好了 我省超多时间的 我的冰箱变得好整齐哦 我就不用再花太多时间 整理我的冰箱 对 然后垃圾车刚刚讲过了嘛 然后打扫时间变少了 对我的杂物变得就是没有那么多嘛 我就不必花太多时间去打扫 然后我有多的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 可能阅读啊 看我想要看的东西啊 或者是运动 也是可以 其实这时候有人会说 剩下时间就是蛮无聊的啊 你为什么还要就是说有没有 就是我就是因为剩下时间不晓得干嘛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节约时间 因为有人说我又不爱读书 我又不爱运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想说 那你就可以去看你喜欢的电视啊 对 对也可以 就是你 我觉得执行之后 有时候无所事事 就是去感受那种偷得浮身半日行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中很美好的一种简单 我觉得像现在滑手机好了 就会花非常非常多时间了 对 像我们现在就是晚上八点以后就不滑手机 不能再用手机就对了 然后晚上WiFi会自动断线 所以昨天看一部 哇好喜欢的纪录片哦 看到一半 没了 好那就睡觉 对或者看书 就变成转换一个模式 强迫自己 去做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事这样子 我是觉得您刚刚有一个角度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 就是说 因为你刚提到的是说 原来只是我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些方法 过生活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提醒 因为 而且它蛮吸引人的 我的意思是说 您用说因为我们不晓得有很多的方法 其实意味着指的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向往 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或者就是说 你去问你要不要环保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说他不想 那有的人会说我当然不能跟你讲说我不想啊 不然一定会被你打嘛 对不对 这个已经变成是这种好像全球的意识 或者是议题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有点像说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那个爱 只是没有被点燃 或者是我们内心都有那种温暖的光或火 或者是 只是没有 就像你刚刚讲 没有一个方法 没有被打开 像你在形容说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过程 因为被打开了 你的概念 对 所以可能这样四年下来 你自己实践了点点滴滴 就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对 这是实践大概差不多两年的时候写的 所以我其实现在又进步更多了 对啊 像我垃圾就又变更少 我们先来讲 这个书里面的记录是一个月哦 嘉玲跟他的先生 还有七只猫 对 那待会儿再来请教他 就是这个 我们一想到猫就一定有很多的 这个排泄物也好 或者很多包括饲料等等的问题 对 那人更是麻烦一大堆所需 对 那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记录是一个月 两个成人 七只猫 只有104公克的垃圾 所以他当然不用追垃圾车 因为基本上也 对啊 100 104克 一只手机这么重 这样 一只手 差不多 一只手机 那么重 对 那请问 最近是2.0版还是4.0版 应该叫4.0版吧 对应该4年嘛 对应该4.0版 好4.0版 对 展示一下 这里 这是9月27到现在 因为持续要去分享 所以就会过一阵子就收集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它装到一个罐子 里面还有包括一些可回收的垃圾 OK 对我就先把它弄小小的 想要塞看看 意思是将近一个多月嘛 我们今天的时间是等于是11月初 所以大概这个已经是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对 不会 就这样子啊 对 之前会产生的垃圾 现在没有了 然后最近就是有口罩 不过我告诉你 对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你看一下这个罐子就知道说 他们爱吃什么啦 吃什么 或者是不吃什么 都已经被看到 被抓到 这个呢 这个是朋友送的 OK 对啊 我们已经很久 很久没有吃这个东西了 很久没有吃零食 你的意思吗 我觉得应该两年了 这是这两个月 真的 所以拿到的时候 哇好珍惜哦 可是真的因为 太久没有吃这种东西 味觉会改变 所以吃了就觉得 不想 跟过往的那个 感觉不是不一样 所以不会 那么嘴馋 想要再继续吃第二包 就是觉得吃这一包 好 下一次就是两年之后 会觉得OK 对 不会那么想要吃这样 原来一个行为的改变 会改变 包括你的 整个生活的模式也好 或者包括 可能你的思维 我想应该会有 完全不同的一些 对 现在完全不一样 太好了 我想待会儿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然后好好跟这个嘉玲 来请议 就是说 因为刚刚他提到了一个 就是方法 我也请嘉玲来 跟更多的听众朋友 分享方法 然后也很希望 能够启动大家 那个所谓的开关 好 然后让我们共同来追求 跟简单而明好的生活 你看 是那年夏天 陪你一起长大的树 它还在 默默 静静地守着 成长的痛和笑与苦 不管时间 它过了多久 永远活在内心深处 这片用爱心灌溉的过远 永远都是你的归处 记得 离开的那天 带着我单纯的最初 生命的旅程 又起起伏伏 也不是只有一条路 不管世界 它艰难多少 乐观的我不会认输 那些用决心度过的昨天 永远都有我的祝福 伸出手就是我的幸福 拥抱着生命的每一处 泪的时候想一想 泪的时候笑一笑 泪的时候笑一笑 也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也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伸出手就是我的幸福 拥抱着生命的每一处 哭的时候想一笑 还有更多我可以付出 还有更多我可以付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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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都有我的祝福 永远都有我的祝福 拥抱着生命的每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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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的时候想一笑 还有更多我可以付出 生命是一首和谐的歌 等待和谐的你加入 拥抱着生命的每一处 公路 公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吕佳玲 推荐大家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FM03.3用心深呼吸节目 今天要跟您一起分享的议题是 零废弃新生活 为您要请到的是零废弃的美好生活的作者吕佳玲 那佳玲真的很厉害 从一个季端到一个季端 从原来是不消费就会往生的 就是说不买东西是不行的 然后到现在是一定不能买东西 我没有了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 用一个最环保最简单的生活 买东西要先想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已经 其实我觉得讨论到最后是那种新的摊的那种状态 那个欲望有没有永远无法满足的 就是要买之前可以先问自己说 这个东西我买了我可能会用多久 我不买会怎么样吗 然后我买了会怎么样 然后我买了我收到账单的时候 我会有什么感觉 对啊 就是可以先设定一些 可能你自己比较有感觉的问题 还有我觉得 有没有想过你买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把它收在哪里 你有可能收在一个收纳箱里面 你可能会有多久 我不会把它翻开 它使用 对 我就先问佳琳好了 女人的衣橱里永远少一件衣服 我想这个是很多 可能尤其是女性朋友 会面对的议题 包括年龄啊等等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 反正我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或匿名度 没有那么的高 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般女性朋友会碰到的 我之前衣服也是很多啦 然后这是我这两三个月来 再重新实践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要断舍离衣服 尤其是一些衣服买得很贵啊 或者是一直期待自己要变瘦下来 可以再穿的啊 一些牛仔裤啊 就是一直很舍不得可能送给适合的人 然后或者是给需要的人 然后我应该是两个月前我开始直信 我看了一本书叫做三三三计划 就是三十三件 三十三件 你一记只能有三十三件衣服 包括包包配件很难 然后我看了他的书觉得 或许也可以去设定这样的目标 可是我数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不用去实践 我的衣服其实接近三十三件左右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再精简一点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协议说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我就把衣服变得很少 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有买一些有需要的衣服 因为衣服还是会淘汰嘛 有需要的衣服跟很喜欢的衣服 我忽然在刚刚心里中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争吵 我说我们所谓的需要是心里的那种欲求的需要 因为喜欢你知道吗 需要跟想要很难分清楚 我理解就是关于衣服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好我们先不要去想说 我们想不想要好了 跟大家讲一下好处 就是你比较不用花时间整理衣服 这就是我很喜欢穿致富的原因之一 对其实你就不用太花时间 然后不知不觉不知道为什么 洗衣服的次数会变少 然后你的空间会变大 对然后你不用出门之前不用太花时间去想说 我今天要穿什么 可是其实我发现我们喜欢的衣服 也差不多都是那几个种类而已 如果以追求简单生活的人来讲 或者是我可能以前我也会买重复的衣服 我发现我可能下一季又买一样的衣服 又寄来了 我一打开天哪怎么是同一件 然后它是换季怎么没有换新的 然后我又网购了同一件衣服 对以前可能会买单衣设施的啊 对啊就还是会卡在那里 可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其实你都差不多喜欢同风格的 对 对 所以我想这可能应该要很像我包括我自己也是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大功课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想下定决心断舍里把一些不容易穿到 或者是可能自己觉得挺喜欢的衣服 愿不愿意就 就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 嗯 在我衣物断舍里的这个期间呢 我多了非常多的收纳箱 嗯 对 那可能再来要过年了嘛 大家是不是就会打扫处嘛 对对 那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收东西之前先不要买收纳箱 嗯 因为你想要整理的时候就想说 哦我这里想要再多做几个柜子啊 我可能要再多买几个收纳箱收我的东西 可是你会越收越多 然后你就会越买越多 嗯 对 你应该先检视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空间其实非常多 想一下有多少东西你放了一年以上是你没有用到的 那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断舍离的了 嗯 我曾经记得在去年还前天看到日本拍了一个断舍离的那个影集 对 然后最后家里的客厅室就是一个空间而已 真的就会觉得 我觉得那个其实看到最后会发现说像我们这样子执行 其实他们不是在断舍离他们的东西 他们在改变他们的人生 对 所以可能真的 或许假如听众朋友您听到这里 我觉得有点点意思的话 真的是不是不仅是接着往下去听家庭的分享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是起而行了 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请家人来跟我分享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 根据国建署调查 百分之七点六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 而骨质疏松症患者 男女比率为百分之四点六与百分之十点五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 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 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 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 大概五十到六十岁这个区间的人 他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地快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 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落滑 也就是始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 导致骨头出现孔洞 而出现孔洞的骨头 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 它容易造成宽部的骨折 或是脊椎的骨折 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 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 没有办法起床 接下来就会产生入窗啊 尿道感染啊 肺炎啊等等的疾病 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 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根据研究显示 如果髋关节骨折 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 女性是11.21% 与乳癌末期相同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 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 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 甚至就做更积极的 骨质疏松的治疗 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 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 那另外呢 下太太是相当重要的 维他命D3的来源 维他命D3呢 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 另外呢 适度的运动 不管是爬山啊 剑走啊 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最后要提醒您 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 例如抽烟 喝酒 过量的咖啡或茶 降低骨折的几率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施亦南 推荐您收听 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用心深呼吸节目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嘉玲 她是零废弃的拥护者 甚至呢 创立了叫零废弃教会 意思是说 你要是一世环保的拥护者 同时你向往零废弃的生活的话 欢迎入会 那我们一起来跟嘉玲聊一聊 吃 你又发现为了吃 真的我们产生的太多太多 不环保 而且很大的破坏 其实吃对我来讲 我改变非常多 因为我一开始只是自备容器 跟我以前一样 就是出去买东西 可能买便当啊 或是买饮料 然后我后来 发现我买的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它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会开始去想说 我今天买的这杯饮料 它是加了什么糖啊 我吃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开始慢慢开始拒绝 就是比较工业化的加工食品 对 然后我现在其实 味觉跟嗅觉 其实也都有在慢慢改变 因为我在改变我的饮食 然后后来发现 我出去外面买这些东西 可能来源 我不清楚之外 可能也不见得那么好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煮东西 就是开始去想说 我今天买的是台湾的吗 是当季的吗 当季当令的 对 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可能 我知道说 现在是 现在冬天蔬菜会比较多 就是你可以吃的比较多元一点 然后我后来因为我有在执行堆肥 我就开始对土壤产生感情 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说 我应该要买对土壤好的菜 跟农夫种出来的水果 然后我可以间接透过消费 去照顾到土壤 然后土壤才会再回馈给我们 好的蔬菜才会带给我们健康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 然后我吃下来这些东西呢 因为都是没有农药的嘛 对 也没有化肥的 我再让它回到土壤里面 再照顾土壤 然后有机会 如果可以再种菜的话 当然是最好 你有自己种菜吗 我冬天会种一些大露梅 然后要吃当生菜 对 这摘一下 你就不用再去买 我觉得还蛮方便 还有那个葱啊 有太阳就可以 你今天也带了你的那个堆肥来了 对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哇 它还温温的 对啊 这是香香的土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代替大家问一下 真的 对 土地是香的 对 真的有那个菜的味道在里头 有土的那个矿物的味道 这其实真的很香 对 我觉得这很简单 就是把你煮下来 剩下的那些生厨余 就不用管 就把它埋起来就好了 然后一两个月之后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可是在过程里头 它会不会自身出一些什么 大家担心的虫啊 虫啊 虫其实是我们土壤里面 最好最好的分解者 所以有虫 就是代表你的土壤 是没有药的哦 所以有虫出现 你应该要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意思是说 假如有些人 尤其最近大家都很喜欢 自己种点什么 也可以替自己的这个菜谱里面 创造更肥沃的土壤 是的 提到这些 这样有个言言的话 让我想到说 因为您家里的生活 都是你带着容器 然后去买这些 包括柴米味酱醋茶 都是用自己的容器 那我们可以去想象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是 我想到是另外一个 是什么样的地方 它会愿意提供给我们 这样子的服务 我的意思 我比较建议找传统的市场里面 藏生在传统市场里面的一些店家 现在其实也很流行 叫做无包装商店 其实也有 然后以前啊 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 不是都会去打酱油吗 对 然后酱油是送来家里 然后玻璃罐要还给他 再重新拿一罐 对 以前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酱油 其实我现在也是这样买 所以我今天 每次要执行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稍微想一下 我要去哪里找 然后又不会那么不方便的 酱油来讲 然后我婆婆现在还是在买 一瓶换一瓶的 真的吗 对啊 然后我们就直接 巡线去找到 那个酱油厂的老板说 我们在台中 我们也可不可以这样子跟你买 他就说好啊 听起来的酱油应该蛮好吃的 你看他马上就想象到 那种滋味 对 然后我们就是去参观说 它是怎么样制作酱油的 然后他也跟我们讲说 它这个酱油是 腌制多久 你就可以直接接触到产地 然后你对那个酱油就很有感觉 然后吃起来真的特别的好吃 至少我现在有画面 我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画面 真的 就一摁一摁的放在那边 一勺酱油或一瓶酱油而已 因为我发现吃其实很重要 就是吃会间接产生污染嘛 然后吃也可以间接保护土地嘛 这是我刚刚讲的堆肥 然后我觉得吃也可以联系 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对所以我觉得吃其实是很重要 当我在煮一餐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愉悦 对所以我还蛮喜欢煮东西 那时候感觉不是只是在煮东西 好像在跟这个自然 在做一种对话 对不对 还有包括这个自然之后的 这些栽培这些自然的 一些朋友们 他们的心意 听起来多美的一个画面 我稍微休息一下 亲近在源头 简约好生活 纸容器 塑胶袋 宝特瓶 这三样产品和现代人的生活 密不可分 要完全舍弃不用 难度非常高 而提倡环保回收 似乎让大家能用的 比较心安理得 但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分类与清洁不确实 再加上回收成本过高 几乎没有回收业者愿意处理 因此台湾每年有56亿个纸容器 无法进入回收系统 只好丢进焚化炉 如果我们愿意一起努力 就可以让它们改头换面 回收而来的纸容器 必须先充分清洗 经过水利散浆机 将纸浆与塑胶膜 铝箔等其他材料分离 再经过去污 脱墨 清洗等步骤 这样所取出的纸浆 才能作为再生纸的原料 纸杯看起来是纸 其实它有一个塑胶膜 那纸工厂它是把纸拿去回收 那塑胶它不要 它一天差不多有200吨的塑胶垃圾 那这个好好来利用 其实是可以好好保护我们的环境 爱护我们的环境 处处可见的纸容器用过几丢 甚至没有人关心 这些容器最后的去处 而方便的背后 必须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才能让它延续雾名 不论是减少废弃物 或是资源再比用 落实环保最好的方法 使人人能够力行 简约生活 让环境更好 也让自己更好 清静在源头 简约好生活 大家好 我是观山池院院长张志芳 推荐你收听 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 在今天节目中 为您要请的来宾是嘉玲 她的生活是有凡入减 那当然她的心灵 也有简单而更加的丰富 我现在可不可以问一个 稍微比较 我在看那个 对您的这个生活描述里头 不用卫生纸 我觉得很难 关键就是我用水洗 对 那那是家里吗 对不对 我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家里有一些 对 因为我一直要出去分享 所以我有研究一下 这个乳策的文化 其实用卫生纸 跟不用卫生纸 我觉得是各国的文化 对 是因为文化不一样 然后还有我们的 下水到污水系统 其实是不一样 然后改变我们习惯 对 就是文化造就我们习惯 就是要用卫生纸 对 像伊斯兰 那个宗教 他们是觉得一定要用水洗才会干净的 所以他们不用卫生纸 他们一定要用水洗 对 一定要用水洗 那日本是因为免治马桶 改变他们的乳策文化了 所以你去日本他们的卫生纸不是都包包的而已吗 然后到处都有免治马桶 那以前我们可能我爸爸那年代就没有再用卫生纸 然后我有问他说你用什么 他说用竹片 对 对啊 用竹片 以前是用竹片 然后上厕所就是没有固定的地点 以前的人好像就是不在家里面建厕所 就是上厕所这件事情就是 就必不可谈的事情 就是很隐私 可能很害羞啊 甚至生理期其实也是 对啊 对 所以我不用卫生纸之外 我生理期我也可以不用产生垃圾 卫生纸要先讲清楚一点 我们是用水洗之后 所以家里是有免治马桶之外 如果家里有其他厕所 我没有装那个冲水器 对然后我们是使用水之后呢 会旁边放一块布 干净的布 砂布巾比较容易干 就是你用完擦干之后你挂起来 他会下一次使用之前会是干的 然后洗完之后擦干 就挂起来 对 然后生理期的话 现在 我可以先问一下那在外面的话 在外面不用勉强 我想先做点说明免得听到朋友觉得说 那在外面 如果是外塑的话我就可能会带 可是如果出来一天的话 现在外面都有卫生纸 而且现在都是随着到我们的化分池 所以是会一起堆肥分解的 以前厕所垃圾桶真的很快就满了那个卫生纸 还有每个月的那个卫生棉 现在基本上来说零 没有垃圾桶 所以就不会有奇怪的味道 就是都是用水洗 然后人家会问我说 那你用水洗会不能浪费水 其实应该还好吧 因为其实用卫生纸可能制造的过程要用的比我们 现在水洗更多 会更多的水 然后生理期我就是用这个东西 月亮杯 对 现在台湾其实台湾有这个东西 这是台湾的 对 大家可以上网的时候 我拿一个你可以拿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 这一个 这是台湾的 我第一次看到各位 这两种 一个比较软一个比较硬 佳萱姐可以 我再问一下 对可以 OK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软硬度来尝试 这在一般的那种美妆用品店就有了吗 对现在美妆用品店就有卖了 对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款式 那这个在国外是很常见的 只是在台湾大家会觉得很新鲜这样子 没有看过 然后用这个之后 就是你就不会有卫生棉的垃圾 可是我觉得这是 对我来讲是不会产生垃圾 是我想要的嘛 可是你可以不用再花钱买卫生棉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 你会觉得你的惊奇好像没有来 一样 就是你没有感觉 你的惊奇来了 所以有可能会突然忘记 也是要小心 然后如果很害怕用那个月亮杯 其实也可以用这种布卫生棉 然后这都是纯棉的 用起来很舒服 因为我们的卫生棉 泡气式的都是塑胶的 都有一点点塑料的成分在上面 对所以你会觉得闷闷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那它清醒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最 其实我也不晓得那是舞蹈或什么 大家都总会觉得因为血迹 或者是它是最不容易清洗 或者是甚至有人会觉得它的 可能细菌度或什么等等的 我自己有实验过 因为我大部分是用月亮杯 我有几次惊奇我就试过 我觉得洗的话就是你把它泡在水里面 然后隔天再洗就起来了 而且这个很快干 如果你可以马上洗起来的话 一个晚上就干了 而且你会发现比较不会有异味 而且复刻的疾病会减少 就是比较不会像之前一样 可能会莫名其妙要骚痒啊 用这个之后就是会降低非常非常多 就是比较不会闷 可能大家会有无限想象 这个要必须要用过才知道 其实好处非常非常多 好那这边也真的要鼓励听众朋友 真的可以试试看 因为既然它又对于大地也比较好 同时也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好的话 何不尝试一下呢 那因为呢我已经好多你们就困扰了 所以呢就觉得 哇特别的特别的有意思啊 所以真的谢谢佳琳来 跟我们分享这个很好的讯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 全球听见大爱 大家好 我是慈激医疗职业执行长林俊龙 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都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 我们都要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 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 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 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 我们非常不仁以外啊 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 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 这个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 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 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 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大家好 我是叶俊川 我爱用心深呼吸 推荐给你 我们人人都知道 污染大地也是人类造成 所以说不管是天地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人人都要重视繁堡 我们在天盖之下 地在之上 人类啊 应该要负起了 环保责任啊 常常说 以作浩瀚啊 天长地久 虽然它是地久 到底还有多久呢 人类来保护它 不只是我们这一生 还要下一代 还要我们的来生啊 人人提高清觉啊 要好好地一代 接着一代 来疼惜大地 我们刚听到的是 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的确哦 这个天地人 人真的是天之下 地之上 那我们就居在这其中 对 我们刚刚提到 你提到的 譬如说 真的那个环保 对大地的一种爱护 其实因为我们是 沉地之上 然后 假如我们没有 好好的做的话 它所产生的气体 其实就是在天上 比如我们都说 现在为什么环保 因为臭氧成破了 对不对 那天开了一个洞的话 就变成我们的空气 或者是等等 它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人的 或者是万物的一种 生长的状态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环保 这么的刻不容缓 或者是我们对于 我们周围的环境 应该要保有的 更好的观念 跟态度 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真的 听到你刚刚怎么样 在生活里实践 我特别的佩服 因为现在都很怕麻烦 对 或者很不喜欢 去挑战自己 你刚刚讲的 在生活中 我的生活不是应该 更easy一点吗 更方便一点吗 可是我们常常 为了求那个方便 其实是为我们的未来 制造了很多的不方便 我现在觉得 对我来讲 比较方便 因为不用到的 是这个重点 我们应该好好 学习你的精神 就是说因为现在 真的是 物资太多了 太多的一个时代 那我觉得已经不仅仅 只是说好像 不是这个钱的问题了 而是说我们真的 能不能去珍惜 对 所以你有提倡一个 就是一物一物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甚至邀约了很多的朋友 对 这也是前一阵子 刚好我跟我妈妈 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说家里东西这么多 我们可不可以去跟人家 交换 就这样子 可能可以让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 我们过往喜欢的东西 它可以去为别人服务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美好的延续 对 我一开始也是有 因为我在断舍里 那我东西丢掉 我觉得很可惜 会污染环境 而且因为以前 买太多东西了 会觉得 这样又会 很多不起地球 然后我就开始 在网路上面跟人家交换 或者用赠送的 然后看对方没有需要 你就直接拿去 有用 就好 就是让这物品的生命 继续延续下去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成立一个社团 就是脸书的社团 叫做灵废气教会 那灵废气教会 这个名字 中心信仰就是环保 然后灵废气是教会我们 怎么样当一个 有意思的生活者 然后因为我们 大部分人都住台中嘛 然后因为我自己 有去体验过这个 就是让东西交换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 我可能突然 我可能需要 拿一个东西 可能我只要用一次 比如说我办活动 我需要 几张椅子 那以前就是会 想说 我就去买就好 然后 现在我就觉得 其实我也可以 跟人家借 然后不管今天是谁也好 朋友也好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然后我就成立了 这个社团 然后我台中又成立了 一个群组 然后让大家可以 及时的做一些交流 然后让物品可以流通 可能我今天就像我讲的 我今天可能要借十张椅子 我以前会去买 可是我现在用借的 那如果对方要借我 也可以 然后对方如果借我 我想要送他 我吃的东西 也可以这样叫做交换 对 我觉得 让东西流通 然后不要再产生新的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 环保的行为 对 它不仅是环保了 我觉得这也是 回到我们过去那种 人跟人之间 有没有情感的连结 对不对 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 关系回到过往 人跟人之间是有连结跟互动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自己自身尝试过之后 我发现 我非常非常大祸的就是 我比我去买东西的那种 开心的程度 幸福的程度 还要再更高 许多许多 是没有办法言语的 这我跟大家讨论过这件事情 真的是 幸福感提高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 听众朋友你知道 我一开始问 佳玲 因为她现在过的是个简单生活 但是 简单生活何谓我说 它其实不是 是丰富 对 那个丰富度在哪里 其实就是 你现在所说的那种 幸福感 对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的 很多人看到 简单两个字 会不是叫我什么清心寡欲 叫我什么都不要做 其实不是 当我们去例行生活里面的 真的是清心寡欲 您了解 断舍离一些不需要的 那你的心就会 清静下来 对 你的心一清静下来之后 你会感受到 情感的交流 对 那当我们做到这些之后 你就会自然的会影响到 你身边的人 他就会感受到 你这个气场是好的 然后他就会觉得 这件事情好像还不错 然后他们就会一起来尝试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 就是 佳玲的期待跟理想 成一个联谊效应 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 让我们共同来过一个 简单而美好的生活 所谓的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 幸福快乐的生活时间者 当你开始去做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心也会跟着 有一些改变 然后可能会对我们有影响 就像你刚刚提到 当我们在实行一个 所谓断食离的生活 其实到最后是发现 我们的人生跟生命的一种改变 那真的非常谢谢佳玲 谢谢今天来的分享 也感恩收听的朋友 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承是一份爱的眼神 一颗心脚一颗心 散斗歌认真 上一代扛起他的责任 下一代开花结果发扬精神 爱心可爱心愿要为这生命 丰富每一场演习 一场演习 满顿时宜 清真的清晰 点缀人的不同美丽 家庭的喜悦 家庭的喜悦小声 烹人的过往飘盆 相爱笑容相承 太淡或太冷 请努力平衡 一路或希望再沸腾 家庭的喜悦小声 烹人的过往飘盆 工作就是缘分 一碗汤的暖 一口饭的香 欢迎你品尝这愚蠢 美味人生 开心 绝对 成功 十分 转发 家庭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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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